大家好 很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Apple發佈了iPhone SE和iPad Pro 同時發佈了iOS 9.3的正式版 今天會和大家看看iOS 9.3正式版 對於不同的iPad、iPhone 會有什麼功能上的影響 因為上次跟大家介紹過iOS 9.2 Beta 跟大家說過 當時9.2 Beta用來非常順暢 跑分也是不錯的 但誰知道正式版推出的時候 正式版的運行下會被Beta版差 出現很多Lit機和Bucks的情況 所以這次等9.3正式版推出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功能 首先會跟大家看一看iPad Air iPad Air就在今天正式開始停產 它原本售價的位置會由iPad Air 2取代 我們現在看看有什麼新功能呢 首先是iOS 9.3 這是32GB的iPad 我看看它們的順暢程度 都很快的 我一拿下來就已經可以出現搜尋的persearch 轉頁面 以前都會側固一側的 尋找s search bar的時候會側固 暫時沒這個情況出現 另外就放一看 multi tasking 其實都可以接受 最大功能就是多了一個 knife shoot 就是晚上開啟的話 鏡頭的顏色就會變成黃色 暖色一點 令到晚上保護眼睛 讓大家可以減少受藍光的影響 不會睡不著覺 我特意用了白色的wallpaper 現在看到有明顯的分別 我們看看 關閉之後 變回白色 這個是Default了的中等暖色 可以怎樣調整呢 可以在這裡 顯示器及亮度 Nife shoot 這裡可以調節時間掣 也可以自己用人手去調色 但是它也寫著 自己加強暖色後果會影響到它的外觀 在攝影機畫面上面 大家可能都不看到它橙色 實質上它是比你們看到的更加深色 我覺得大家都不會有必要調整這個顏色 Default了正常中等色 其實我覺得已經足夠 因為太深色反而影響了閱讀 另外 看到對iPad Air 1 就比9.2.1 暫時 感覺上 就 純長一點 類似 變回9.2beta的情況 不會太厲害 我們現在試一次看看 開啟其他Apps的情況 Safari OK 我們轉按 其實它第一次做完 之後一轉按按 其實它都可以做得很快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中文輸入法 之前呢 中文輸入法 裡面呢 是偶爾會有寫機的情況 例如手寫的圖案 它是寫得很重要的 暫時呢 就不會像之前這樣 轉鍵盤的時候會拌一拌 才會出現彈的畫面出來 暫時看到 它都可以很快地有反應 看到 其實它轉得很快 是比之前好很多 因為之前這部機 如果它出中文手寫 iOS 9.2 是正式版 是會有寫機的情況 好 接著我們看看Geekbench 給它一點點時間 其實這個A7晶片 去行這個Geekbench 其實都很快 大概可能二十幾秒左右 就會完成到的 好 它的跑分是2649 iOS 9.3 我們看看之前的跑分 18號 18號 9.2.1 2649 2645 9.2 9.2 9.2 2645 9.2 2638 9.1 2648 真的令到這部機的性能 下降了很少很少 但是 其實它最重要的 不是它跑分有多少 是你用下去 9.2的正式版 是真的有寫機的問題 9.2.1 是改善了少少 但是9.3 那就再改善了一點 但是之前究竟是怎樣的感覺 就已經是忘記了 不好意思 那看到轉畫面的時候 其實它也是可以 都很順暢 很流暢 就算了 開App Store 那些這樣 都 很少說 之前這樣 突然間要下降很久 它就不需要 就像剛才我全新開的 都 沒有這個大禍的情況 其實都可以接受 其實都可以 不錯的 看看我們看看 這些遊戲 例如 Rear Racing 3 不停更新 大概 早兩個版本 它在iPad Air 是不知道什麼事 出現 走走走 手機自己 拿機 在那裡摺摺摺摺 那 可不可以9.2.1 就改善了少少 那我們看看裡面 畫面是怎樣 像你車輛那裏 之前有時候都要用電腦去搭載車輛出來 暫時沒有搭載機 都順暢 其實畫面都OK的 那我就不和大家去玩它 因為都要一些時間 或者大家想的都可以的 很快的 我們就來一個圈的賽事 隨便找一部22號 可以看到它在遊戲裡面的情況 是沒有搭載機的 就算我現在不停搖畫面 它都可以正常 很順暢 之前升級到9.2的時候 就不清楚它們發生什麼問題 例如321到數月 起步沒多久 你多動畫面 扭多幾下軚盤 就會開始搭載機的情況 現在非常順暢的 畫面都很順暢 最重要是看到後面的背景 其實都不會一邊走一邊搭載機 之前可以試過像以前的電腦遊戲一樣 會一邊玩一邊搭載畫面出來 現在看到看台觀眾席 一早已經搭載了 就算是怎樣搭載機 都可以很順暢 所以我看到 好 起碼在這個遊戲裡面 它連搭載背景的景物 搭載得快過以前 暫時 除了我們看到這些 Liveshift 和iBooks 它會有一個iCloud的同步 只需要其中一部機 iBooks裡面 下載了一個PDF 其他機器都會同時間看到 除了這幾樣東西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叫做 Education的功能 就是令到學校可以把iPad 交給不同的學生 和可以有不同的人 用同一部iPad 開不同的帳戶 但是我們暫時 個人使用上 暫時就不需要用到這個功能 所以我們暫時都不和大家介紹了 今天iPad Air iOS 9.3正式版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歡迎大家繼續留意一下 我就會和大家繼續去介紹一下 iPhone和iPod touch 升級了之後的情況 多謝大家 iPhone iPhone iPhone